刘德华负债4000万流落街头时,只有他愿意出头帮忙,金华仔用生命报答。 常听到,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这句故事是告诫自己应长怀感恩之心。 而有人是念念不忘自己滴水之恩,强求涌泉相报。 其中,有父母、领导、同事、朋友,结果你的恩就成为别人一生都还不清的债,有时是高利贷。 所以人就会远离你,然后你又说人家之恩不报。 为别人做过的需要忘记,别人为自己做的需要用记。 刘德华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详,他不仅在娱乐圈中是四大天王之一。 在私下更是受到外界的一致好评,因为刘德华无论在做人或是在做事方面都非常的尊重他人。 并且待人也丝毫没有巨星的架子,为人更是随和温柔。 说起刘德华,咱们真的太了解了。他在二十多年的演艺生计中。 阅历了香港电视业的黄金时代,甚至电影业和流行音乐的光芒阶段。 近几年,他更大步太出香港,进军大陆和国际市场。 在娱乐圈有着无关红纸的方位,并且也无可败替。 现在的刘德华在咱们的眼里,不仅仅是一个偶像,而是一个标杆,一个典范。 但华仔的作业,也并非一向顺风顺水。 出到中期,他为了转型,早年出资天幕公司,效果出资失利,欠下了4000万的债务。 当时的刘德华跟比武力偿还,借主每天都上门锁债,银行也质疑刘德华的还款才能上门锁债。 不过即使如今地位再高的刘德华也曾有过落魄的时候。 那时是也才刚刚起步的刘德华因为投资失败导致了自己瞬间负债4000万。 而且当时的刘德华根本没有偿还的能力,甚至还曾想过了却生命来解释自己。 不过在这个时候却有一个女人伸出了援助之手。 可是就在华仔,到处都借不了钱的十分,一个女人向她伸出了援手,这个女人就是我国新的老板娘陈岚。 就这样,陈岚帮华仔加添了4000万的亏空。 也正因为陈岚的好心,让华仔一辈子记住了她的恩惠。 也因为这4000万,华仔张狂拍了五六年的戏才还完整,让她变成了劳模。 华仔为了报答,现在只要向泰请她拍戏,华仔都会把档期排开,关于片酬毫不计较。 陈岚的每年生日,华仔都会抽空去参加。 其实陈岚在娱乐圈的鸣合里都有,帮忙的艺人也许多,像李连杰,刘德华,张柏芝,周星驰,等等。 有些至今尊敬她,有些现在已争吵,而陈岚却是华仔终身感谢的人。 家人 公ári 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